日本數年對中國反對統一以及經濟的發展 所以對外宣傳說東山省不是中國的一部 東山省數來是中國的一部 在歷史上可以考察的 同新英格蘭在美國的一部一樣的 現在有3000萬人民在東山省 是他們的故鄉土 所以他們這3000萬人民有99分都是中國人 他們也願意為他的鄉土而奮鬥 就是剩一個人他們也很願意的 現在日本用這種暴力而占領全滿洲的領土 為這個暴力之下犧牲有數千萬的財產 有數千無告的這種這種平民 現在因為這種暴力之下破壞了國際的調謠 尤其更破壞以3000萬人民對生命奮鬥來的國際聯盟 所以我自己很希望日本不要的一億的穀木的孤行 以致使世界受的重大的犧牲而不止